那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溃疡 好 我们溃疡就是像破皮一样 我问各位 胃溃疡会不会痛 会痛的举手我看一下 认为胃溃疡会痛 那认为不会痛的举手我看一下 好那如果刚刚讲会溃疡会痛 我刚刚讲所有的症状都因为经伤 你们相不相信 真的相信的举手我看一下 认为不相信的举手我看一下 因为不好意思举手我知道 怕得罪我 没有关系你们就举手 好那你们说相信我 那相信我溃疡跟经伤有没有一样 胃破皮跟经伤有没有一样 不一样 那如果这样说来不一样 那我说所有的症状一定是经伤才会产生症状 那你们现在说胃溃疡也会痛 那你们就间接否定我 只是不好意思讲而已 对不对 所以你们还说相信我 那是骗我的 你们不笃定 你们说法矛盾了 在这一刻矛盾了 那如果你相信我应该这样说 胃溃疡本身不痛 是不是 这样才对啊 除了他经伤才会痛啊 他不然透皮了还是不会痛 好 那我这样再问各位 胃溃疡会不会痛 认为还会痛的举手我看一下 还是会痛啊 那我就举一个例子 好 你们认为胃溃疡会痛 那也有很多人胃溃疡去找中医师针灸 对不对 那真的很多人好了胃溃疡当下就不痛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有过的举手我看一下 没有啊 你们没有胃溃疡去立即找中医啊 我就治疗过很多胃溃疡的啊 胃溃疡用原始点按一按 痛就不见了 你们相不相信 好 你们相信 好 我也相信啊 现在有没有胃溃疡的 就出来吧 胃溃疡正在痛 要正在痛 要不然不痛 我揉死了也不痛 好 那你说你有胃溃疡 为什么你不痛 那有时候痛 表示胃溃疡 有时候痛 有时候不痛 那如果说痛 他应该随时都在痛啊 他随时都在破皮啊 对不对 那他有时候不痛 就已经间接 你们承认一件什么事 胃溃疡 未必会痛 对不对 起码有这种的意思了 对不对 那未必会痛 就你们的逻辑是 溃疡是因 痛是果 这不能成立啦 能成立就是 溃疡一定是因 痛是果 这样懂我意思吧 所以有时候痛 有时候不痛 那代表那个痛 不是因为溃疡引起 这样懂我意思吧 好 那我也试过很多会溃疡 我说他正在痛 我帮他揉好了 揉好了 当下揉好了 那我问各位 他破皮还在不在 那溃疡还 还溃疡还在对不对 那症状不在啦 那我已经证实一件什么事 经商所至 也就是经商是因 痛是果 那跟溃疡有没有关系 那你们理解了吧 讲到这里是不是已经理解了 如果还不理解 我也没办法 我已经讲到这样挤了那么多力 好 所以胃溃疡本身不痛 我再进一步跟各位讲 我自己出血过两次 胃出血过 当医生的时候 我那时候出血的时候 有没有痛 我跟各位讲 溃疡是破皮 出血是已经比破皮还要严重 已经穿孔了 你们懂我意思吧 我已经穿孔了 我痛不痛 我不痛 我是怎么才知道我出血了呢 因为我大便的时候 大便都黑黑的 我说惨了 我又出血了 我有两次这样的经验 那出血 最后我是怎么用好的呢 我不是用颜色点 那时候还没颜色点 那时候我就自己思考 我为什么会出血 我想一想 哎呀 一定是我的问题 因为我看病 有时候患者太多 三餐不按食 有时候患者一多 十二点吃饭 有时候一点才吃饭 那因为看病多 有时候运动就少了 对不对 根本不运动 所以肚子也大 那时候我还胖到 七十三公斤 最胖的时候 我出血也是在那时刻出血 好 那就坐着 那我想是坐着久 然后三餐又不进 然后坐席又不正常 然后压力又大 因为患者各种病都有 我不是每一种病都能处理的好 所以那时候压力很大 拿了人家的钱 不一定可以给人家消灾 自己也很有压力 所以就出血了 所以到最后我怎么样处理呢 运动 运动 结果体力好了 这些病都不见了 我是这样来 所以那两次给我的感觉就是 让我深刻反省自己 运动之后我病不再复发 所以出血我也不痛 那我是看大便才知道 所以那时候我确定一件事 我没有经伤 所以我不痛 如果我经伤肯定我也痛 这样你们能理解了吧 所以溃疡应该不痛 如果讲到这里还在痛 那你们就痛你们的 我讲我的 我们就不相干了 我们就不相干了 好 我们再来看 那个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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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